我在老家的姨跟我要肖战的签名照 因为我正好有个活动肖战会出席 如果是我侄女问我要肖战的签名照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已可是45岁的老阿姨了 细想之下 身边喜欢肖战的人确实不少 可以说是老少通吃 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其中不乏早期跟我吐槽 怎么打开各种软件 到处都是这小子的一位女同事 如今 手机壳都换成了肖战 从我的角度来说 因为工作经常会接触一些明星 感觉比普通人多好看一些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但肖战确实算是她一笑 你会感觉到身心愉悦 也可以说她的笑特别有感染力 据说肖战是23岁高龄出道 电视剧《陈情令大火》 给她带来很多流量和粉丝 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陈情令之后 喜欢上她 我基本问下来都是觉得她帅 演技好 眼神真诚 嗯大家都会因为皮囊而喜欢一个人 我也不例外 可见艺人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但至少现在肖战的人气是很高的 也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要趋于平稳 目前还言之过早 喜欢一个人艺人 其实是在追自己 因为这个人特有的品质 你也很向往 所以你会跟随着她一起想要变得更优秀 能被那么多人喜欢 关注看到 她是有这种偶像魅力存在的 肖战现在的人气也很高 虽然负面言论也很多 但成功往往就是伴随着争议 肖战演员请就位决赛 肖战经历过很多挫折 走到今天 眼神还是清澈 笑容还是明媚的 这种豁达和努力 就足够让喜欢她的人获得力量 就像昨晚的 这就是演员最后一期 肖战作为嘉宾 带来一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莫名的让人感动 要知道 她在这之前因为爆红 遭到反噬 很多综艺 代言等都被替换掉 演艺之路岌岌可危 但当她再次出现舞台 这个少年还是嘴角扬着清澈的笑容 为观众用心的唱歌 大抵我就懂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肖战 感谢观看